当年以一首《熊霸掌》台语的歌曲 红遍全台以及华人世界的宝岛低音歌王郭金发 在10月8号晚间受邀凤山区公所所举办的重阳近老晚会当中 演唱了招牌歌曲《熊霸掌》 唱到一半时突然昏倒在台上 经过紧急送医之后仍然宣告不至 郭金发15岁的时候就开始参加歌唱比赛 每场比赛都是常胜君 17岁的时候被作曲家叶俊连老师 发掘网罗到唱片公司录制唱片 郭金发正式的踏入了歌坛 郭金发正式唱片公司录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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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兵退伍之後 在23歲的時候 唱紅了一首台語歌曲 《熊肉掌》 也成為他的成名代表作 在去年底 他受邀來到台東 發表個人的演唱新曲時 也接受了本台的專訪 了解你 請問你十幾歲就唱歌 十幾歲 十五、六歲就唱歌 唱比賽 你在軍中是那個 軍中我海軍 我在鑑定 鑑定我有 我是信火兵 信火哈斯 我有警備輸官 我加加加加加賣 在我的時候 那句藝工七隊 歌藝工 我還沒聽過 之前就在台東歌堂 但是你早就在第一公斷 沒電視 我關六唱 出發的時候 那句都在電台 電台 都在電台 但那時候不是在歌廳在演唱嗎 那有歌廳的時候 我們那句還沒歌廳 那句是電台的報音員 為了要感謝他騎柚 他們會去辦演唱歌 要搖車門去演唱 那句演唱 人家是氣台 不然外國大風台 那句是這樣去唱 那句還沒歌廳 那你選九八爺這是你的第一關唱歌的第一張 那不是第一張 那我差不多在十八九歲的時候所演唱的 九八爺 九八爺我主唱 以前不是叫九八爺 以前叫八八爺 他的歌名叫八八爺 然後有人在唱一首歌 那我感覺很好聽 那你唱什麼公司 管我 我頭一首就在那裡 所以那裡就是已經 蕭羅真好流行 裡面還有一首歌流行 叫 驚渡七八名殺戟 驚渡七八名殺戟 這是日本客戟 阿役俊林老師 作詞 阿役俊我只能幫他推一下 因為我參加那個自由歌唱比賽 郭金發出道縱橫歌壇55年 個人的唱片專輯有100多張 唱紅了許多台語歌曲 如今他的奏勢讓許多的歌迷很不捨 在此也向一代歌王郭金發致敬 而他所演唱的經典台語老歌 也將會永遠留在台灣人的記憶裡 並且一直被傳唱下去 東大宣言部溫格在台東市的裁判報道 那種感覺就不像 剛才是比愛 現在來是覺得很高興